我采访过很多残疾人运动员 这些平凡的人 给了我很多不平凡的震撼与感动 他们的自强与自信 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和谐与绽放 每一声呐喊 每一个瞬间都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见证他们的精彩与坚强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源自百年品牌 七十年品质保证 张玉杰百娜 双星与全国人民共欢乐 中国双星民族骄傲 中国双星民族品牌 双星集团 海天蚝油快乐一点 轻松一点 美味一点 只需一点 海天蚝油快乐美味一点通 海天 给品位非凡的男人 西卢尔南庄 每一天我们为人类的电力需求而创造 为巨轮远航而创造 为千百万人的便捷交通而创造 与创造者共创未来 上海电器 圣钩人为风 红卡集团 红卡集团 委员20年参加过13届奥运会的国际拳击联合会主席 吴金国先生告诉记者 到目前为止国际奥委会还没有接到一个投诉 零投诉表示工作做得很好 所以大家没有抱怨的 这是非常正面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北京在奥州委在做整个的组织工作方面 是给大家给高度的肯定 各项赛事能够有条不紊顺利地进行 让国际体育单项委员会的主席们十分满意 在男子蹦床比赛中 中国选手陆春龙摘得金牌 中国选手何冲在男子跳水三米板比赛中夺得冠军 至此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 已经夺得43枚金牌继续领跑金牌榜榜首 在19号结束的女排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国女排直落三局击败俄罗斯女排 成功晋级四强 在21号的半决赛中 中国队将迎战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西队 古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罗伯斯 19号在北京奥运会男子110米蓝赴赛中 轻松跑出13秒19 以小组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半决赛 而中国选手史东鹏也以13秒42的成绩 成功晋级半决赛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18号下午抵达香港 观看奥运马术比赛 在香港特区政府为罗格一行举行的欢迎酒会上 罗格对举办马术比赛的香港 以及本届北京奥运会都做出了高度评价 罗格在酒会上的发言中说 2004年国际奥委会在商讨马术比赛 是否能在香港举行的时候 有些人表示了质疑 但是今天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他 可以高兴地说 这种质疑是完全错误的 整个香港充满了活力 香港是国际奥委会正确的选择 在谈到对北京奥运会的评价时 罗格首先用了精彩一词 但是他又立即表示 在闭幕式的发言中 他将会用比精彩更高的评价 来表达他对北京奥运会的支持 酒会结束后 罗格一行前往沙田马术比赛场馆 观看当晚举行的马术比赛 从奥运村里的四合院 到开幕式上的中国化 北京奥运会的种种细节 都蕴含着独特的中国韵味 北京奥运奖牌金玉合璧的设计 也是其中之一 这一创意也体现了各方的赞誉之情 2008奥运会赛程已经过半 各国运动员对奖牌的争夺 仍在火热进行 本届奥运会金玉合璧的奖牌 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这是奥运历史上 首次对奖牌的才智做出革新 也就是在奖牌中加入中国玉 千千君子温润如玉 在中国文化中 玉石是品格高洁的代言词 奥组委有关领导说 北京奥运奖牌的才智选择 可谓东西合璧 奖牌所需的金属原料 全部由赞助商 全球最大矿业公司 澳大利亚的毕和毕拓公司提供 其中的13.04公斤金 1.34吨银来自澳大利亚 6.93吨铜来自智利 经专业机构验名正深 经营纯度均达到99.9% 而奖牌所乡的玉石 则取自中国的昆仑山 经过精心打磨 每枚玉玉环的大小误差 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 为确保奖牌金玉结下良缘 设计人员在金属和玉环之间 填充了航天材料 确保在奖牌意外跌落时 玉石不会受损或脱落 从设计一直到制作过程当中 我们把每一步都向国教委会 都做了汇报 反正每一次我们看到的 这个国教委会的这些官员们 看到我们对这个金标玉 这种奖牌的每一步的进步 和我们拿出来的每一样的食物 给它看的时候 他们都非常惊讶 为了确保奖牌的制作水准 澳组委特别选择了中国国家法定的货币生产企业专门生产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 奖牌的金属部分铜牌为纯铜质地 银牌为纯银质地 金牌为纯银质地表面度6克金 北京奥运奖牌在此基础上添加了玉的成分 奖牌的直径是70毫米 奖牌分量也有所增加 奖牌的体积和金属含量都需要经过全程的监测 来自上海造币公司的专家说 大家可以像信赖法定货币一样 信赖奖牌的高质量 我们是完全依照我们做国家法定货币 经营纪念币的这个加工的技术标准 以及加工的质量管理来进行的 所以每一枚的奖牌极其高度的重视 包括它的制作品质 包括它的最后的品项 北京警方近日连续展开行动 打击奥运场馆周边 倒卖赛事门票的违法活动 共查获了200多名票贩子 其中31名是外籍人员 8月15号上午 一名外籍人员在北京朝阳区 北土城地区 倒卖国家体育场门票时 被执勤民警查获 当时这名外籍人员 将两张原价300元的门票 以每张1000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 民警在其身上 一共发现了65张奥运门票 据这名外籍人员说 他在意大利通过不同渠道 购得奥运各类门票130多张 入境以后 已经先后倒卖了60多张 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 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奥运赛程过半 北京警方在国家游泳馆 五科松篮球馆等地 共查获了200多名票贩 其中外籍人员共31人 收缴奥运门票500多张 警方在重点地区 设置中英文双语提示牌 明确告知 倒卖体育赛事门票的行为 违反中国法律将受到处罚 好了 关注其他方面 8月19号是四川汶川大地震 发生第100天 四川省19号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 举行发布会 发言人介绍说 目前四川全省规模以上受灾工业企业 93.4%恢复生产 农业略有增产 灾区商业网点过度性恢复 已经达到92%以上 受灾较为严重的交通 正在逐步恢复 目前四川灾区 已经安置440多万户家庭 1000多万受灾群众 住进了临时办房 所有安置点都配备了商店 厨房 文体活动室 成都等地消防部门 还在每个安置点 设立了专门的消防站 由江苏100多名专家 和技术人员组成的 对口原件工作队 已经编制完成 棉竹市区 以及17个乡镇 45个村庄的整体规划 工作组在设计中 还特意结合了川西建筑风格 由于及时启动了应急防疫体制 四川灾后没有发生一起 与地震相关的 传染病爆发疫情 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目前四川省内游 已基本恢复到镇前水平 入境旅游正在启动 中央下坡的 17.4亿元校舍维修加固 和设备重置的专项资金 已经下达到位 全省各地正加紧校舍维修 确保灾区大中小学校 9月1号全面复学复课 通过对口支援 劳务输出 以工代振 自主创业等多种渠道 79万左右 因灾失业的城乡劳动者 已经重新就业 中国国家发改委 19号发出通知 自8月20号起 将全国火力发电企业 上网电价平均 每千瓦时提高两分钱 电网经营企业 对电力用户的销售电价 不做调整 通知要求 除西藏 新疆不做调整外 各地火力发电企业 上网电价调整幅度 每千瓦时 在一分钱到2.5分钱之间 这次调价 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缓解 煤炭转价 对发电企业的影响 维持正常的电力生产秩序 保证电力供应 为保证调整电价的同时 煤价保持稳定 国家将加强对电煤价格 临时干预措施的监督检查 在台湾 陈水扁家族中 已经有5名成员 因为涉及海外洗钱案 被列为被告 其中陈水扁的儿子 陈志忠和夫人黄瑞靖 在美国的行踪 仍然沉迷 被检方列为被告的 除陈水扁夫妇及其儿子 陈志忠夫妇外 还包括陈水扁的 妻旧吴景茂 吴景茂星期一应讯的时候 承认多年来 一直帮姐姐吴淑珍 汇钱到海外 有时还通过珠宝店 非法地下通会 检方认为 他与吴淑珍的说辞有出入 不排除安排 两姐弟当面对峙 同样是被告的陈志忠夫妇 虽然目前人在美国 但始终没有露脸 心中沉迷 由于六一巨款的 户主是他们夫妇 台湾检方多次 敦促他们回台说明 但至今毫无音讯 虽然吴淑珍声称 这些巨款是 历次选举结余款 自己的嫁妆和夫妻 两个人多连来赚的钱 但检方和外界普遍质疑 巨款来自于贪污受贿 目前检方首先要 征办的重点 正是要查证 这些钱的来源 当地媒体越来越怀疑 陈水扁在任内 推动的第二次金融改革中 收受了外人难以想象的金额 连同其他非法所得 通过人头账户 在海外多次转会洗钱 最终转到了陈志忠夫妇 在瑞士等地的银行账户 但洗钱过程中 引起瑞士检方的怀疑 于是冻结有关账户 并向台湾检方寻求 司法协助 消息因而曝光 其实台湾的调查部门 早在今年年初 就已经接获陈水扁家平海外 洗钱的勤资 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前负责官员叶胜茂 涉嫌藏力文件和泄密 已经被列为被告 由于案情重大和复杂 牵涉面广 侦探行动可能会引发 更大的政治风暴 中央台驻台湾记者 陈轩时报道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 法赫米达米尔扎 已经于18号晚上 接受了总统穆沙拉夫的辞职请求 米尔扎于19号 把穆沙拉夫的辞呈 成交给选举委员会 总理府等其他部门 根据巴基斯坦宪法 穆沙拉夫辞职后 参议院议长苏姆罗 将临时代行总统职责 新总统应在30天内 由议会选举产生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 18号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随后穆沙拉夫离开总统府 执政联盟当晚举行了 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 讨论穆沙拉夫辞职后的若干问题 19号执政联盟再次就此举行磋商 根据巴基斯坦法律 现任总统辞职前有权解散议会 任命军方领导人和最高法院法官 执政联盟一直寻求削减总统权力 使总统仅有礼节性职权 分析人士认为 人民党联合主席扎尔达里 有意出任新总统 一旦就任总统 扎尔达里可能谨励保持总统职权不便 而各政党如果围绕总统人选 分歧严重 人民党可能会把巴基斯坦 自由党女领导人 阿斯瓦达尔·瓦利汉 推举为新总统 就在穆沙拉夫辞职后一天 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 19号发生一起自杀式爆炸事件 造成23人死亡 这再次给本已动荡的 巴基斯坦政局蒙上了阴影 法国总统萨科齐 19号发布公报 谴责18号发生在阿富汗的 针对北约部队的袭击事件 并向在袭击中身亡的 法国士兵表示哀悼 萨科齐将于19号晚些时候 前往阿富汗慰问驻扎在那里的 法国部队 目前约有3000名法国士兵 驻扎在阿富汗的喀布尔 和与其相邻的卡皮萨省 好 最后来看一组 其他方面的消息 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18号分别与在委内瑞拉 经营的法国拉法基水泥公司 和瑞士豪西蒙水泥公司 签署国有化谅解备忘录 委内瑞拉政府表示 水泥行业的国有化 将有助于加快公共住房 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纽约警方计划 实行新的安全措施 对进入曼哈顿地区的 所有交通工具 进行逐一检查并备案 以确保任何车辆 不会携带爆炸物 或其他潜在的恐怖袭击工具 进入曼哈顿 警方表示 采取这一新的安全措施 能够有效控制 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 并减少倒车案件的发生 美国和韩国18号开始 在韩国仁川举行代号为 已知自由卫士的 年度反生化恐怖袭击演习 参演的韩方部队约56000人 美军约1万人 演习将持续到22号 朝鲜国家电视台18号 援引军方发言人的话报道说 演习是战争的前奏 它破坏了朝核问题 六方会谈的前景 受前一个交易日 纽约股市下跌等因素影响 19号 东京股市开盘后不久 金融股急遭抛售 出盘时日经225种股票 平均价格指数 下跌300.40点 报12865.05点 跌幅达2.28% 好 感谢收看新闻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健康行动 美味新动 上好家 上好家 中望工业特种旅行材 建设美好未来 辽宁中望集团 黄河从这里入海 石油之城 生态之城 中国东营 好玉米 天井玉米